素食的理由 通常是出于对动物的爱 以及对动物权益的尊重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刚才解释这个品题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观世音菩萨 他的单名所欲然 在本品的经文里面 后边有说到 刚才说的是根据其他经文里面所说的 提出来做帮助的参考 那么这位菩萨 与我们说不世界 这个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 因为按照经里面说 他原来也是苏波世界的众生 最初在这个世界发生修行行菩萨道 而到成佛又再视现为菩萨 在基督世界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 那么同时 那么同时菩萨 以法界身 无处不变 那真是不止百天一发生 所以虽然在基督世界 苏波世界常常在这个世界 度化众生 千江游水 千江游 并不是说他在基督世界 这个世界就没了 虽然在基督世界 不但是苏波世界有观世音 十方世界无处不变 无处不由 那么我们在这个苏波世界 这个南战部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上 那么 观世音菩萨由我们最有缘 也就直举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按照华严经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里面 五十三位大善知识里面 有一位也是观世音菩萨 善财餐访观世音菩萨 按照经里面说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住的地方啊 是在印度的南边 有个葡萄洛家 就是我们平常说葡萄山啊 原来叫做葡萄洛家 葡萄洛 那么这个地方本来是在印度南边 也许是在海边 海上的小岛也不一定 那么按照经文所说 是在印度的南边呢 那么可见这个葡萄 葡萄洛是在印度 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喜观呢 主持这个浙江省的这个 定海一带 周三周三群岛里面有一个山 葡萄山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度化众生的道场 那么所以印度原来有葡萄山 现在我们中国也有葡萄山 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四大名山啊 四位大菩萄啊 祝赐度化众生的道场 大家所知道的啊 三系五台山是大致文殊师利菩萨的度化众生的道场 这个在了这个华眼经啊 祝菩萨祝出品里面就有说到啊 四川 我米山 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安徽九华山 是地藏菩萨度化众生的道场 那么南海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道场 那么这是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 观世音菩萨就是四大名山之一 而现在在南海菩萨山的这个道场 是什么原因起来的 按照这个菩萨山志的记载啊 最早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 五代唐朝末 从唐朝到宋朝 这个中间呢 叫做五代十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锦后兆 这个后州 梁唐紧汉州 梁唐紧汉州的这个五代 第一次梁后梁 因为前面呢 有梁五代的梁啊 梁朝 所以要称作后梁 唐朝末的后梁 真明二年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来的出家人 他的名字叫做慧恶 慧恶 智慧的慧恶啊 是恶然的恶不是心字旁 是金字旁 金字旁 有些地方写作严字旁 不过按照葡萄 不过按照葡萄三枝啊 是金字旁的 金字旁的恶 因为在唐朝啊 日本就从中国传过 把佛教传过去了 那个时候 从唐朝到一直到后来啊 都有日本的人到中国大陆来 修学佛法 也有大陆上的出家人 法师们或者禅师到日本去洪法 那么唐朝末的后梁 后梁时代啊 日本来了一位出家人 叫做慧恶 他来中国的用意 是来修学佛法 研究佛法 参访明思 清净善知识 那么他有一天啊 到了这个三西五台山 三西五台山去 拜文殊师利菩萨 到山上去参访的时候啊 一位一位 一个一个大殿去拜 他到了有个地方啊 大殿里旁边供一尊 观世莫萨像 所以观世莫萨的立像 赞助的观世莫萨像 很庄严 他越看越相爱了 这段菩萨像太庄严了 真是合我的意思 我很想把他请回去 可是啊 这是他们茶树上供养的 如果你问主持说 你慈悲吧 把这个菩萨像给我好不好啊 他绝对不会答应 不会答应 因为这是山上的 大家供养的菩萨像 他怎么可以随便就让你请回去啊 那么如果真正光明正大地请请不到 你们想想另外还有什么办法 不要说偷了 偷不好听了 就是不要跟常住上的主持讲了 跟菩萨讲就好了 那么因此啊 我觉得他这个会饿啊 那个饿子说这个肚子饿的饿还蛮好的 为什么呢 你要请这尊菩萨像啊 其他平常是大天上都有人的 因为大陆从前的丛林啊 他的规制很严格的 大殿里面有香灯师殿主师啊 那么大殿上有人 那你想要请这一尊相是请不到的 那么因此他就 人家过堂吃饭的时间呢 他就宁可不吃饭 甚至会饿了 宁可让他饿 他宁可不吃饭了 哎 一个人偷偷的 跑到大殿去 跑到大殿去 像这个菩萨像就叮离参拜 那么跪在菩萨像前呢 要求菩萨慈悲 那我是在 本来是不应该 这个偷偷的请回去了 但是我如果问常住让药啊 他决定不会给我 那么但是我看这位菩萨 我是最有缘的 我一定要把你请回去啊 请你慈悲 你老人叫慈悲就跟我走吧 那么意思是他拜好了 看到四面都没有人了 他又把这个菩萨像 大概就不大了 一定不大了 大请不走的 菩萨像请一样来啊 从前说海青 这个大殿很大吗 很大吗 袖子很大呀 他把菩萨像 那么就放在这个袖子里面呢 那么差不多放 咱们的手掏起来嘛 尤其三地舞台山也很冷嘛 手都掏起来 他像就手就拿住了 里面藏住 谁也不知道 人家正在吃饭的时候 他手里这个请坐菩萨像 偷偷的就下山了 下山了 那么下山走掉了 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嘛 到山上来参放嘛 没有去吃饭 大家没找他了 那么等到吃饱以后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现这个像不见了 这个会饿法师啊 他真的用这个功夫 一餐饭不吃啊 就把这个 关心菩萨像就请下山了 请下山 他当然就不好意思住在大路上 不能住久啊 住久会被人发现了 哦 你做惨了 不得了了 那么因此嘛 他赶快呀 就到海边了 到海边就找船了 买一条船了 要回日本 要赶快要把这个葡萄像请回去 可是很奇怪的 这个船呢 开到周三群岛的那一带啊 要往日本那边跑的时候啊 满海面满满的这个铁莲花 都是莲花 可是这个莲花是贴的 如果你的船碰上 人都是木船吗 船开进去的话 就不会被这个贴铁莲花撞坏呀 开船的人 那前面的都是莲花呀 可是这个花都是贴的 贴的 看出这个贴的 就不能往里面开呀 凡是要向日本那边跑啊 那个海里都发现好多贴莲花 那么因此就在这个周三群岛的 这个小岛山下呀 这个饶了好几圈 贴一直饶饶 出不了嘛 你想要开出去 又是莲花 不开 不开出去又没事 就在这个山底下 饶了三天三夜 饶了三天三夜 他觉得这个不行啊 这样子没有办法了 必定有个问题 可能这个菩萨啊 他不是不想去日本 因此这个慧悟法师就在船上啊 跪在菩萨向前就 求菩萨感应了 大慈大悲啊 观世慕山 是不是你不想去日本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去 不愿意让我请去的话 那么如果日本人跟你无缘啊 那菩萨你现在慈悲啊 我现在不能回山上了 回山上不行的 那么你看要住哪里啊 随你的意思吧 菩萨你慈悲 看要住哪里 你就把船开到那个地方 我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 就供养你 他这个祈祷过了之后啊 这个船开开开就看到 现在那个菩萨山的山 那个小岛山下 停到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都不去了 这个船就停到这里了 那么他知道 这菩萨可能是想住这个地方了 那么因此既然是没有办法回国了 就把这个菩萨山停下来 就上山了 那个时候那个小岛的山上啊 实际上是一个小岛了 没有人住的 只有几个抓鱼的 鱼翁啊 搭了这个草棚 真是毛缝了 住在那边抓鱼的 那么这个会晤法师 把这个菩萨像 请到这个小岛上面去啊 就现在那个菩萨山的前面 前山 就碰到这个有一个姓张的 抓鱼的姓张的 就跟他说明来意啊 他可能来 来中国也不 不是短期间呢 学会中国话吧 那么见到这个姓张的 这个抓鱼的 就跟他说明 说明他的来意 他说我本来 要把这一尊菩萨像 请回去日本 可是菩萨不肯去 他不肯去嘛 他后来这个船就停在这里啊 菩萨的意思 可能愿意要住在这个山上 现在就请你帮忙吧 让这个菩萨像啊 就供在这个地方吧 哦这个姓张的鱼翁啊 听了高兴得不得了 这位菩萨 日本一个大国 他就不去 他要愿意住在我这个小岛上 哦 我们的福报太大了 高兴得不得了 就这样吧 我们就先把他住的那个草红啊 让出一间来 供养观世墓山 那么同时这个张鱼翁就请这个日本的会恶法师 说菩萨既然不去了 那你就也就住在这边吧 那你就成为这里的开山地带了 哦 那么因此 那个姓张的鱼翁啊 就到 到了对岸 到了大陆上面去啊 找了好多这个富房 大家发心啊 在观世墓山像啊 他不去日本 要留在我们山上 我们来盖过大殿啊 来供养这个观世墓山 哦 那么大家就发心啊 就在山上就建一个殿啊 有现在的前山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第一间 最早的 叫做 不肯去观音院 那么因为盖好了 没有名字嘛 叫做什么名字啊 本来我又把它请到日本去 可是他不肯去 他不肯去嘛 他既然不肯去 就叫做 不肯去观音院 那个移植到现在还保存的 他不肯去观音院 很奇怪的 要请他到日本去 他不肯去 他不肯去啊 不肯去的 或者不肯去 那不肯去观音院 就是住在这个山上 那是开山主 就是现在我们大陆上呢 周山群岛的那个 南海福州山的那个 最早的开山主 就是时间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就是五代 五代的开头 就是后梁 后梁的真名年间 那么后梁的真名二年呢 西纪是916年 西历纪年916年 那么距离现在超过1000年了 今年1993嘛 已经超过1080多 70几年了 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四大名山 观世音部山的道场 它的最早开山的这个历史 那么原因就是由 不肯恶法师日本人 到了三西五台山 把这观世音部山的像请到 本来想要请回日本 可是到了海里都变成 铁链花好多 没有办法开出去 那么船停留在山下 那么因此就留在那个山上 那么因此 菩萨住的地方叫做葡萄漏江 所以也就叫做葡萄山了 我们中国人呢 喜欢简略 简略 葡萄漏江字太多 念起来嫌麻烦 后来啊 念来念起就见到葡萄山了 葡萄山 实际上不但漏江 印度话原来是不但漏江 可是我们现在都用这个葡萄两个字了 葡萄 葡萄山 那么这都没什么关系了 反正是就是 关西姆萄的道场 最早的起源 是 由这个原因来的 这个葡萄漏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呀 就是小白花 小白花 很可能原来印度南边的 那个葡萄漏江的那个山上 可能山上长了很多 这个小小的白花 那么因此就称它叫做 小白花山了 不但漏江 就是关西姆萄的道场 那么因此流传到我们中国 中国也有葡萄山 那么葡萄山就是 关西姆萄的道场 这是 由关西姆萄的名字 说到它在中国的视线 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 四大菩萄当中啊 关西姆萄的印记最多 度化众生的故事的视级最多 所以有这个 民国初年有一位许居士 许子敬居士啊 编一部这个 观音菩萨感应诵 那么里面包含所有的各种感应 凡是输于关西姆萄的感应的事情 统统编进去 无论是献身 说发 救苦救难 任何感应 帖 missing 全 stiff 全套一部啊 从前这个 红画社印的 是上下两本 也有分作四本的 文字当时都是排印的 字还小 不是像木刻的 这字很多 那么这显示这个四位大菩萨当中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的众生 缘最深了 所以《地藏经》里面 第十二评就说 观世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有特殊的因缘 无论是称名求度都能如冤 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的 他的大慈大悲 那么救度苦恼众生 所以叫做寻生救苦 追寻众生苦恼的声音的地方 他就去救度苦恼众生 所以这种大慈大悲的菩萨最为普遍 所以在中国佛教里 家家观世音 家家复复都供养观世音菩萨 普通一般在家人他不懂佛法的 他们供的神像 有很特殊的 上面是观世音菩萨 再下来是马祖 马祖 那么还有城隍爷 还有土地公 都排在一起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心当中 已经是家家观世音 夫妇观世音 人人观世音 那么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朝念观世音 暮念观世音 这个念念不离心了 那么因此之故 观世音菩萨与中国人的因缘是最深最深的 因此为了这一点 我们讲普门品的时候也有特别多的故事好听 后面好听的地方很多了 这是观世音菩萨 接下去我们讲普门名 普门 这普门两个字 如果按照偶尔大师的会议里面的解释 他这个谱字就是谱着谱着遍野 周遍的意义 门是能通的意义 用一石像开始谱门 无所障碍 所以叫做谱门 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谱门事先 以谱门的功力来度化一切苦恼众生 所以这个谱字简单说 就是周遍的意义 谱变就是周遍的意义 因为菩萨重的谱句 大慈谱祭 所以叫做谱 那么这个周遍 就是他的所有的功德 完全具足 无处不便 他大慈悲心 普遍十方世界 无处不度化 无处不现身 所以叫做谱 门能通的意义 因为菩萨说 通达一切法门 菩萨变通一切法门 能够随机硬化 按照楞严经里面说菩萨得到耳根圆通 最熟盛的修行法门 那么由此之故 他得到最圆最通最长的妙法 所以能够普遍事先 所以能够普遍事先 三四二应生 十四五威 那么来做广化众生的事业 所以能够在一切法门中 随机硬化一切众生 这是越菩萨本身通达的方面讲 而菩萨能够以现身说法 乃至救度苦难 来使众生通达法门 而到断烦恼 断烦恼了生时正菩提 所以叫做普门 智泽大师的普门评 就是前面讲的那个 观音选义里面 解释这个普门两个字 有通的十门 普门两个字 合并起来解释的十门 又有别的十门 就是单一个普字 说十门 他这个道理非常之多 如果要详细讲起来 但那个观音选义 可以讲他一国约 他这个普门的十种普的意义 我们不妨把这个名称念出来 自己去好好去体会 也能体会到这个普门的意义的广大 他这个十种普 第一 慈悲普 观世音末色大慈大悲吗 慈者能与乐 悲者能拔苦 慈悲普 这就是周边了 那么他的慈悲心周边于十方世界 所以慈悲普 第二 红是普 红大的寺院 红是大了 寺就是院了 所以后边的巨颂里面说 他有广大的寺院 那么这个道理等到后边证文再说了 因为证文里面有这个寺院的意义 第二是红是菩 它是大寺院周边 第三 修行菩 它的修行法门 也是普遍不但是修耳根圆通 一些法门都是旧境通的 所以修行菩 第四 断祸谱 烦恼啊 或者烦恼 因为菩萨已经是成佛 在实现菩萨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那么他的见识成杀无名三祸 完全就已经断除了 所以叫做断祸谱 第一 第二是愿 第三 第四 修行一断祸是行 修行 以行山来填愿海 愿力的广大 犹如大海那么广那么深 要用修行的山呢 把这个愿海填满 所以第三 第四 修行断祸就是修行 第五 入法门谱 入法门 就是周边入一切法门 能够周边入一切法门 使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到了旧境圆满 这叫做入法门谱 那么这五门啊 五种谱一啊 就是月菩萨自己修行方面讲 第一到第四 愿意行啊 是因 是修因 第五 入法门谱啊 就是果 成就的果的 这是菩萨自行方面的五种谱 第六叫做神通谱 菩萨的神通 那既然能够无处不现身 他的神通是广大无几了 所以神通周边十方世界 神通谱 第七 方便谱 他能够三十二印身 三十三身 三十五身 各种人身 十发界神 都能实现 那就是他的全巧方便 而度化众生的方便更多 无穷无尽 八万四千法门的全巧方便 所以他的方便也是彻底究竟 这叫做方便谱 第八 说法谱 度化众生的说法 说法方面 所以应于活生得度 这些活生说法 说法谱 那么六七八这三种 就是化他 度化众生 于度化众生方面 来说明他的谱门的道理 第九 供养诸佛谱 总见前文 上求佛道 到了究竟圆满的境界 这叫做供养诸佛谱 第十 成就众生谱 成就度化众生的功德 也到究竟圆满 所以成就众生谱 这是下化众生的 这个究竟圆满 方便来说 所以这十门呢 十门的谱意 包含一切的道理 所以智泽大师 在观音悬议里面呢 说得非常的清楚 那就是谱门的道理 那么有些我们在后边 可以说到的 随时在经文里面 将以提出来说明 那么因为如果单说 那个悬议啊 没有文字好看 而且里面好多都是 所谓教理方面的 这个天台式教的教理 无论是教师观 没有深入的研究啊 也比较难以体会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顺著经文呢 来做解释 浦门评 全部经的第25评 评 评则 读也 讲观世音部 在浦门的道理的 这一类通通收进 在这一品经当中 所以叫做浦门评 二十八品经当中 这里顺序排来 是第25评 所以叫做观世音部 在浦门评 第25 那么这一品经 文字不多 现在连聚评 现在连聚评总和起来呀 只有两千零六十多字 两千零六十多字 比 《阿弥陀经》 多不到四百字 所以这个浦门评 要背评 并不难的 只要你把那个秩序 这个免清呢 立三读 满二求 到后边的这个三圣生 六天生等 他这个献身的秩序 你们把它记好啊 要背起来 不难 很容易 我记得 我在民国四十七年闭关 我在闭关之后啊 在官房里一年讲一部经啊 最少讲一部经跟山上的听众们 大家借转啊 我曾讲过浦门评 那么那个时候讲浦门评啊 我就是边讲 自己就边背 今天讲到哪里就背到哪里 一部浦门评讲完了 我的浦门评也就背起来了 从此之后 一直到现在浦门评 在我脑子里面是很熟的 当然不能滚瓜了 因为这时候佛经那怎么可以滚瓜呢 不能滚瓜烂熟 只能说浦门评 我已经念得很熟很熟 那么因为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 已经三四十年了 所以这个浦门评我也讲过多次 那么现在讲法法经讲到这里 那么当然照样的要讲浦门评 不过扩判呢 还是顺着经文原来的扩判 顺着经文原来的扩判 看着这个书门上 书门上第二十五浦门评 观世音部才浦门评 那么丁字下第二浦门评 就是这个浦门评是跟前面的妙音评是平排的 丁字下第一是妙音评 那么第二就是浦门评了 浦门评第二 有两段 第一问答 第二文凭功德 这是原来的扩判 第一就是由吴敬仪菩萨当机请问 佛家以大夫 所以叫做问答 那么最后慈地菩萨以降 那就是文凭的功德 听到浦门评所得的功德 接下去 第一 物质下第一问答 分两段 第一 长文 第二 巨颂 巨颂啊 在纠摩洛评三藏所翻译的原本的法法经浦门评 没有巨颂 而是吴敬仪菩萨于去问约 一直到扶去海无量 事故应顶礼 这个巨颂啊 原来纠摩洛评三藏翻译没有的 这是到了水朝达摩几多 谢拿几多两位法师翻译这个天平法法经 就是按照原来纠摩洛评翻译的原本的法法经 认为有所缺略的把它补充 所以叫做天平啊 那么原来有的文字啊 一直不改 完全照抄抄下来 所以叫做天平法法经 嗯 那么他这个天平法法经里面呢 浦门评才有这个巨颂啊 那么后人呢 也认为翻本里面是有这个巨颂的 而纠摩洛评三藏当时翻译 为什么把这个巨颂略掉 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用意 后人认为原本范本里面有 所以把他将把这个水朝翻译的天平法法经里面的巨颂啊 把它补上才有巨颂 所以智泽大师在水朝 驻这个观音 观世音部在普门评的这个观音义书啊 没有没有读解巨颂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巨颂 把这个巨颂加进去啊最早是在唐朝以后 唐朝以后 谁把它排进去了 不得而知 不过到了宋朝啊 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慈云大师 慈云尊士大师 人称他就是慈云灿主啊 他一生都是修大悲善 这个 有很殊胜的感应 那么人们都称他就是慈云灿主 慈云灿主 他有浦门评重颂的略注 简单的注解 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重颂 这个巨颂啊 排进现在的法法经的浦门评了 所以从此之后 流通本的浦门评 有长文有巨颂 现在这个有长文有巨颂的这个科判呢 是法法经会议 明朝末 欧一大师 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是会议的科判 会议的科判 因为那个时候到了明朝 当然是都有浦门评的重颂了 所以科判呢 就把它分为长文巨颂 长文是长形的文字 就是散文体的 文字巨颂有长有段 那么巨颂是五个字一巨的 现在就先讲长文 长文里面呢 有两番问答 无尽不算的问 有两番的问答 那么就根据这个两番问答 分为两段 第一是初番 第二是次番 它这个文字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初番问答 第二番问答 我在平常讲法法经的时候 我自己根据其他的这个解释 把它另外分个科判 那么这个问 我就把它排作叫做当机请问 当机请问 无尽不算为这一瓶的当机众 当机请问 答 我就把它写作如来大事 如来大事 那么就是当机请问之后 由释迦如来的答复 如来大事 大事里面呢 我另外再分 分为三段 总答 别答 劝识明 这三段 那么现在我们开头就先讲这个问 讲问 那么就是初番的两段 第一是问 第二是答 问是当机请问 答是如来大事 佛的答复解释 而使无尽一菩萨 既从做起 偏袒又间 合掌向佛 而作誓言 这是解释经家 按照当时当机 无尽一菩萨 提出来请问的时候 当时的威仪的情况啊 是经家细语 把它补上去了 儿时 可能是妙音菩萨 讲完的那个时候 连住就讲普门评 那么这个儿时 就是妙音菩 讲完 妙音菩萨 回到东方 而这个时候在零三会上 观世音菩萨 这个普门评的 因缘新奇 有无尽一菩萨 出来请问 那么这个儿时 也许就是指的 妙音菩 讲完之后 那个时候的儿时 或者不固定 就是指 普门评 应当要讲了 众生要听 普门评的大利益 因缘成熟之时 那么 既感相扣之时 众生的根基 感动于佛 因缘成熟 所以 无尽一菩萨 出来请问 而释迦世尊 想说 观世音菩萨的 度化众生的因缘 那么这个 因缘成熟了 所以 就无尽一菩萨 就出来请问了 那么这个儿时 就是因缘成熟之时 既感相扣之时 那么就不计定他 在什么时候 那么妙音菩讲完 或者是随时 或者是后来多久 这个都不一定 那么就是 因缘成熟之时 既感相扣之时了 无尽一菩萨 无尽一菩萨 无尽一菩萨是菩萨的别名 菩萨是通名 前面说过了 这位菩萨的名字 叫做无尽一 一 就是心 菩萨发菩提心 什么无尽啊 无尽的道理很多了 净 是穷劲 无尽是无穷劲 什么无穷劲 华严经里面 有十无尽账品 十无尽账品 信账账账等 道理很多 另外成为一品经 说明这个十无尽账 那么就显示 信账等一切法 他在自修的时候 无穷无尽 修到究竟圆满 而做度化众生的 事业的时候 又有具备十无尽 华严经里面 所说的十无尽 那个道理都是很多很多 现在不必一一式一说 那么现在这只是 指着一位菩萨的名字 因为他度身的愿力广大 度身的心意无尽 所以叫做无尽意 那么这个无尽意 简单说 上求佛道 无穷无尽 下化众生 无穷无尽 菩萨道 总不出 上求下化 上求 这个就是 昌睡佛学 下化 就是横顺众生 普解回向 那么他这个心意 他这个愿力 都是无穷无尽的 那么菩萨道 大致都是如此 而这位菩萨 更为属性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无尽意 那么无尽意菩萨看到众生因缘禅书 应当要听谱门评了 所以他随时从他的座位就起来了 即从坐起 随时 即是随时 要问法 不能坐入问 必定要起来表示恭敬 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 因为听经 听佛说法的时候 听佛说法是坐在哪里听的 现在要问法 要请法 所以就从座位起来 那么坐入听经的时候 当时印度的这个袈裟 出家人 无论出家在家 都是一块大布包起来的 坐在哪听的时候 可能是全身都是通肩皮 整个身体包起来 现在看这个南传佛教的 笔就可以知道了 他这个全身包起来的袈裟 就是到脖子 整个这个肩膀之下都抱起来了 那么坐入听经 可能是这样子 现在要请法呀 所以要表示对佛的恭敬 因此要偏弹右肩 偏弹右肩 就是把右肩弹露出来 弹露出来 那么这个袈裟搭在这个左肩上 搭在左肩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佛教的 这个有一款的这种袈裟搭在左肩上 右肩是露出来的 当时的人呢 他只有这个袈裟浮在身上 那么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呢 里面还有短山长山啊 海青啊 没有这些 所以他就把这个右肩整个露出来 偏弹右肩 合掌 那么当然这个偏弹右肩同时就有礼佛了 文字简略 那么然后要问法嘛 就合着实 实之章 合掌 合掌合起来啊 向佛 那么因为要向佛问法嘛 当然人就朝着佛 看着佛那边 合掌向佛 而作誓言 说下面挺伐的话 那么这是金家叙述当时挺伐的威仪 那么这里就包含身口一三叶恭敬 要恭敬的挺伐才能得法呀 偏弹右肩合掌 这是深叶恭敬 向佛 是一叶恭敬 自成恭敬 连朝着佛 瞻扬 向佛 向佛是一叶恭敬 而作誓言 下面说出这个言词来 那么就是表示口业恭敬 一开头第一句就是世尊啊 就表示对佛的恭敬心 所以耳作誓言之下 就是口业恭敬 那么必定要身口一三叶恭敬 来请法 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所以要请法之前 具备身口一三叶恭敬 如果论表法 那么 法法经 是开权显实的 把右肩显露出来 表示开权 而弹露出来的 这个身相 显实 显这个法法经所说的 唯有一圣法 这个诸法实相的一时之礼 所以未时视权 开权显实 会三归一 那么同时 前面所讲的经门里面的 从本垂机 开机显本 会机立本 这三个阶段的意思啊 都在这个恭敬的意思里面 都把它表露出来 向佛 佛是究竟正觉 究竟的抉择 那么向佛请法呀 就是显示 菩萨道 上求佛道 普界回向 也就是三种回向里面呢 回向无上菩提 表示所修的功德都求 回向无上菩提 求成佛 那么里面的礼 不出真如实际 那么包含回四向礼的 回向真如实际 那么目标 是要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所以回向一切众生 向佛 就常随佛学 那么必定要做下法众生事业 恒顺众生 那么就是 回向一切众生 回自向他 把功德利益众生 这就是菩萨的意义 上求下法无穷无尽 那么 而做事业 表示口业功精 也显示 方便全球 本来 一时相反 不能用语言表达 凡有言说 都是方便 所以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不曾说过一个字 因为说的都是方便 真正的究竟 究竟一时自离 没有办法用说的 那只有你自己去修行求证物 如人淫水冷暖自知 不能用说 所以 真如实相 是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远相 所以 这个究竟一时自离 不能用言说 那就是显示 现在用言说 就是表示方便 就是 释权 过去的释权 就是方便 现在 要求佛 把观世目三 他做度化众生的 自立立他事业 是怎么样的释权 怎么样的显示 这个道理 希望佛 能够为当时的听众 一一地提出来 价一开始 所以 吴敬寅菩萨 向佛 明白说 而作誓言 那么下面 就是吴敬寅菩萨 请问的话 世尊 观世目三 以后应愿 明观世音 就是问他 得名所以 请问观世目三 得名的所以然 这是请问 可世尊呢 所有的菩萨众 当中 观世目三 大慈大悲 度化众生 可是他是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助缘 而他的名字 会叫做观世音 他为什么会叫做观世音 应当知道 观世音 人人心中本来具足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测影之心 世间法上叫做良心 你那个良心 整个把它表现出来 就是大慈大悲 那就是观世音 所以人人本有观世音 那么可是你没有办法体悟 如果你不像 已经成就的观世音 来学习 那你本有的观世音 就没有办法体发出来 所以 吴静音目三 他就是替众生来请问 那么观世音目三 他是有什么原因 或者是有什么缘故 他会叫做观世音 由其名 必有其意 由其名 必有其意 那么既然有观世音的名字 必定有他所含的意义 所以这个所含的意义 是什么呢 希望佛能够为众生说 这是无尽一问 请问的话 说完了 那么为什么会叫做观世音 下面是佛的解答 解答里面 有总答 有别答 有劝词明 那么观世音不是 邓明寅 因缘的总答的意义 乃至别答 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讲 下个星期 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狼的热血中心 在大草原上 牧民和草原狼 共同生活在这里 随着人类的增多 草原狼的地盘越来越少 阿虹祖祖辈辈 就生活在这个大草原 他的父亲随时随地 会从草原捡回小狼收养 后来牧民们捡到小狼 也会送到他的家里 真没想到 我们这里的狼 竟然增加到了三十多只 这些家伙的食量 可真是太大了 五百公斤的粮食 他们没多久的时间就吃完了 我们又要凑一些钱 给他们购买食物了 二叔 老爸 狼又冷血又危险 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养他们 阿虹 这只是你对狼的误解 其实 狼也是有感情的 是啊 草原是我们和狼共同的家园 可是最近 由于我们人类的过度放牧 草原生态正在恶化 草原上狼群的数量 也在急剧减少 我们有责任来保护他们的 成年的阿虹远离了草原 过上了现代城市生活 但他的父亲和二叔 依旧留在了草原 照顾着那里的狼 随着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 阿虹想将他接到城市里 和自己生活 我是不会离开草原的 这里是我的家 而且这里的狼也离不开我 爸 你年纪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惦记着那些狼啊 狼是最贪婪无情的 你干嘛还要为他们付出那么多啊 不 狼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如果你和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狼也有通人性的那一面了 阿虹 每一匹狼都是草原民族的灵性之魂 草原是不能没有狼的 我和你二叔年纪都大了 有些事力不从心了 所以我想让你回来帮着我们养狼 草原也是你的家 你是草原的孩子呀 啊 为什么一看到草原 我的心就会感觉特别的平静 难道这就是因为我是草原的孩子 好吧 我就先试一试吧 就这样 阿虹留在了草原 首先他要开始学习 亲密无间的和狼打交道 一个多月过去了 狼群终于对他渐渐放松了警戒 要征服一匹狼 首先要敢于跟他对视 只有勇者才敢跟狼对视 而狼一直服从强者 二叔 你可真厉害啊 我相信有朝一日 你也会像我一样 完全融入狼群的 阿虹 你过来一下 有位牧民送来了一只狼宝宝 二叔 我过去看一下 嗯 这是我在草原深处发现的 母狼已经死掉了 在他周围还有几只死胎 只有这只小家伙还活着 看来啊 那只母狼是因为难产而丧命的 不过幸运的是 还有一只活下来的 是啊 我看这只小狼实在可怜 所以就给你们送过来了 你们一定要把他给养活呀 你放心好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哎呀 这个小家伙在找奶喝呢 看他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老虎 对了 我们就给他取名叫小虎吧 阿虹为了照顾这只小狼 便将它养在自己身边 几个月的时间 这只小狼和阿虹 已经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小虎 回来 不要跑那么远 阿虹 你怎么把这只小狼 当小狗一样养起来了 是啊 小虎很听话的 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 阿虹啊 狼是养不清的 他已经长这么大了 如果再长大一些 那可就危险了 是啊 阿虹 你还是将它养在你的训养场里吧 不会的 我相信小虎是不会伤害我的 他喜欢和我在一起 然而 在小虎两岁多的一个夜晚 他竟然透过窗户对着窗外的圆域 发出了一声长长的狼嚎声 牧民们说的没错 小虎是狼 他属于大草原 属于狼群 迟早有一天 他会离开我的 小虎 你在哪里啊 难道小虎跑掉了吗 小虎走了就走了吧 他是属于草原 属于狼群的 我养了他那么久 他竟然说走就走了 真是太无情了 真是太无情了 好了 不要难过了 小虎长大了 他要过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了 你不是一直说狼是忠诚和会报恩的吗 可现在看来 狼只不过是个冷血动物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感恩 哎呀 阿虹 你虽然和小虎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你却根本不了解他 更不了解草原狼的性格 哦 小虎离开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阿虹每天都担心 他会不会被别的狼咬死了 或是受伤回不来了 这一天 心神不宁的阿虹 试图去寻找小虎 然而在中途 却遇到了两只恶狼 救命啊 有人吗 快来救救我 救命 救命啊 小虎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虎 你要小心啊 小虎 小心啊 小虎 小虎 就在这时候 阿虹的父亲和二叔 开着车 带着猎枪赶来了 他们看到这个情形后 对着天空 开了几枪 那两只狼 听到枪声后 便急忙逃跑 只留下了 倒在血泊里的小虎 小虎 小虎 你怎么样了 二叔 快开车 快开车去医院 小虎 坚持住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啊 怎么会这样 小虎后腿的大动脉 被咬断了 阿虹 他已经没有救了 不 我不信 小虎不会有事的 我要带他去医院 二叔 你快开车啊 我要带小虎去医院 阿虹 别折腾了 让小虎 有尊严地离开吧 是我害了小虎 他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 也不会死的 是我害了他 阿虹 不要难过了 小虎是狼 战斗中死去的狼 值得让人尊敬的 这也许 是他跟你最好的告别方式 是啊 小虎是狼 不是狗 狼有冷血凶残的一面 但他 也有愿意性命相互的 忠诚和感恩 这就是我和你父亲 在这里坚持的原因啊